就在刚刚北京国安队错过了最有可能 在这次亚冠赛事当中拿到的第一场胜利 最终他们是2比3输给了菲律宾的连城队 这场比赛一开局 北京国安队打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顺畅 35秒钟不到的时间 就由35号江文豪打进了全场的第一类进球 紧接着又是不到4分钟的时间 刚刚为他助攻的冷气圈自己来了一脚 2比0不到4分钟时间 国安就已经是两球领先了 并且将这个比分一直保持到了中场结束 甚至在中场结束之前 冷气圈同样有一脚射门 是打到了门柱的内侧反弹近往 可惜这一脚射门被判越位在先 但是从慢进来看 这脚球并不越位 并不越位 但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在60分钟的时候 那个时候国安队开始出现体能方面的问题 所以开始陆续的送出了定位球的机会 而60分钟的那次定位球 郭全博在指挥人墙站位上面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皮球正是从他的 布置的那个空档的位置 飞进了球门 这个球和当时中国对战叙利亚 18年中国对战叙利亚的时候 增成的那次布置是很下的 同样球就是从那个缝里头飞进来了 而第二个任意球 这球就丢的确实是有点不应该 一个在禁区线上的一个任意球 发的是低平球 进来之后 郭全博第一次扑走了 紧接对方补射 郭全博再次脱手 对方再次补射 统进了 这是这时候比分比赛 才达到69分钟左右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双方迅速的就来到了2比2 而比赛最为让人难受的 就是在80分钟左右的时候 冷气圈突入对方禁区 同样是起脚打圆脚 同样是打在了力柱上 但是这次是弹了出来 并且给到了对手一次反击的机会 而对手的20号 这次同样没有浪费机会 当然这次他在接球的那一瞬间 我认为是在越位和不越位之间 如果我们看这一帧画面的话 当然裁判同样没有吹越位 而且同样没有再给出来慢镜头 就是这样 官痛失好局 赛后的冷居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在表示 如果说他的内角门术能够进来的话 或许现在结果完全不一样 官队错失了 他们这个赛季最有可能拿到的一场亚冠胜利 这个赛季的亚冠联赛 首先出战的上海上港 出局了 甚至没有进入到正赛 然后广州队至今为止 没有拿到任何一场比赛的胜利 而国安队在这场比赛之前 只打进了一粒进球 是梁少文的任意球 三支球队只有三个进球 这是我们派出青年军去参赛的代价 这也是我们在豪赌12强赛的代价 在最近这段时间甚至有一些媒体在说 外媒在表示 中国队这样派青年军来参加亚冠的赛事 是对于这个赛事的极道的不尊重 希望能够将中国球队进赛赶出亚冠 怎么说吧 看到这样的比赛 其实对于我来说 最重要的是这一次的亚冠联赛 让我们真正看到了 现在中国的清训球员的这些能力 或许我们还会说 山东汝龙的清训还没出来 以前江苏的清训还没出来 可是真的拉出来之后 它的差距会很大吗 你觉得现在中国的清训 怎么办 中国现在的清训还能够追得上欧洲吗 或者说不是说追上欧洲 能追得上日本吗 能追得上韩国吗 一起在聊天室里头 或者是在评论区 或者在弹幕里头 我们来聊聊看 OK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